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读书的妮妮 今天我们朗读的散文是 我问人生 一起来听 我问时间怎样才能留住你 时间说 你走过的每一步路 爱过的每一个人 做过的每一件事 其实都有我的印记 我问金钱,怎样才算没有浪费你 金钱说 如果我能带给你快乐、愉悦、幸福、满足的感觉 那么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属于你 我问生活 怎样才能驾驭你 生活说 其实能一直左右掌控你的 只有你自己 昨天的付出才有了你今天的收获 昨天的懒惰才有了你今天的苦果 我问幸福 怎样才能长久地拥有你 幸福说 饿的时候有饿的时候有饭吃 渴的时候有水喝 困的时候有床睡 累的时候有家规 这就是幸福 其实我从未远离 只是你从未发觉 我问我问爱情 怎样才能不受伤 爱情说 如果爱就避免不了伤害 如果爱就躲不开无奈 如果爱就少不了等待 情出自愿 事过无悔 爱有心深 注定心疼 我问人生 怎样才算不白活 人生说 眼里有快乐 手里有工作 心里有追求 家里有妻儿 这样的人生 别无他求 感谢观看